走 這樣 好 一下看看 這樣 你有看到啊 有 有 看到 有 對 有 來 陳曉冬跟志祺東急 剛剛我們一個朋友 他從香港來 他要給你一個禮物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是歌迷嘛 為什麼 啊 起起 為什麼要害怕 你知道為什麼 我沒事講 因為 香港的歌迷他們很喜歡遮臉 每次拍到上面 啊 接接接 我們就說我們常常在夜間新聞也看到啊 啊 不要拍我 然後我問她 她說 然後我問她為什麼 為什麼呢 為什麼她喜歡遮 她是說 我怕媽媽罵 我上電視 對 因為她跟爸媽說去補習啊 那為什麼 爸爸媽媽沒有答應他們就跑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欸 你來台北媽媽爸爸知不知道啊 對喔 Dito啊 Dito 他做了陳曉冬的 專輯 已經給了你11本你的照相本 Dito還第12本 裡面還有一張咚咚跟Rub 哇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這張 哇 陳曉冬眼睛好大喔 喔 那不是 這不是 對不起 然後 你看他們兩個人 98年12月4號1點鐘 12月4號 你們在參加什麼大揭秘 98年12月4號 欸 這個是什麼 喔 喔 98年 還沒到欸 欸 明天 12月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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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欸 這個所以請你帶回去啊 很有興趣啊 東哥 謝謝 好 今天 好漂亮 今天我們要先來看看兩個朋友的這個小檔案啊 好 看一下你們的資料 回頭 哇 鄭中基是新竹人耶 新竹人啊 對啊 來啊 不要講台語嗎 不要講 沒有講 沒有講 不錯喔 沒有講講得很好啊 欸 陳曉冬 你是什麼上海加頭份人啊 什麼意思啊 我 因為我爸爸是上海 媽媽是 台灣人 頭份 客家 你是72年嗎 對啊對啊 怎麼太老還太小 你三次剛說是68 這是好朋友 好朋友 我們就有這種好朋友 不好意思 他太累了 我腦好累 有點昏腦 好 我們來看第二張 兩個人都出八張咧 他是六張廣東 兩張國語 你是六張國語 兩張廣東 你們兩個還真是很巧啊 欸 下面一張 下面一張 很重要 出列 陳曉冬是14歲 哇 錯 對啊 幾歲幾歲 十二 十一 十一啊 就是他剛剛說十二的 沒有啊 韓國同學十一歲對不對 哦 鄧東京十七歲 對 美國同學 是美國的 你們都不愛用國護啊 對 現在我們要看一張小時候的照片 猜一下猜一下 你們來看一下 猜一下小時候是誰嘛 哪個是哪一個 對啊 對啊 你們自己先不要講 我們讓他們來猜 好 你們小的時候長得都很奇怪嘛 反正好 好 先看第一張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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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眼睛都不到喔 你們都認為眼睛小的一定是正中肌喔 你們二是誰 正中肌 好 不要後悔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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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時候還滿胖的齁 對 很胖 欸 眼睛 沒變 什麼都長大 就是眼睛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另外一張 哇 好像一個紅毛猩猩啊 以前小時候那個頭髮 頭髮已經沒有結束了 欸 頭髮已經結束了耶 這是誰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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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張還不打緊 因為小孩子反正都是長成最後 這張還不是最有意思喔 一張比一張塞雷喔 再看一張 黃塞雷喔 他抗議這張是 啊 啊 好啊 這兩張 好啊 眼睛開始大囉 很可愛 接下來這張 各位 請不要受到驚嚇 他真的是陳曉冬 好 好 一 二 三 啊 啊 拿錯了 拿錯了 啊啊啊啊 等一下 我知道 這張照片不是陳曉冬啦 這是那個誰啦 溫男無虎的陳友啦 陳友 哈哈哈哈 我要發生你了 每個人都有拜拜的時候對不對 沒有難過 如果你現在長得很醜 你將來也會變成陳曉冬 喔 對不對 對 對 就是十四五歲的男孩啊 狗都閒的時候 狗都閒 這個時候你幾歲 這個時候應該是十 十歲左右 你還想談戀愛啊 十歲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呢 女孩子不喜歡我 不喜歡你是對的啦 哈哈 後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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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失戀 然後回家就哭啊 因為她不喜歡你對不對 對啊 不喜歡我都回家哭 怎麼辦呢 然後我我媽就說 欸 不要為了這個 要有志氣 所以我幫你搞形象 射到一下 對 果然從小就射到 對啊 就弄飄 就弄得飄飄亮亮 燙了頭髮啊 然後這個是 我個人覺得還是 還是不要設定比較好 你知道後來她真的是 把電話給我了 設定完她真的就喜歡你了 你知道嗎 所以 知道後來呢我就 不聽她的電話 因為我覺得 你就不要她了對不對 你只是喜歡我的設定 就這樣不好 欸 其實我 我 你可以走回那個形象耶 但是我 現在復古吧 復古 好 來 好 請坐 請坐 連回 好 好 來 我想請問你們 你們兩個到底是不是好朋友 欸 這兩個都已經來我們的單元 你還問這種話 欸 我們有問別人啊 喔 真的嗎 這個 真金不怕紅 火烈 火烈 這東西你覺得你們兩個 什麼地方最好 請寫下來 你覺得 你跟陳曉忠什麼地方最合 陳曉忠請寫一下 你沒有筆 沒有筆啊 我拿一個筆 有有有在屁股下面 屁股下面 屁股太大了 現在你回家屁 什麼 喔 回家屁股插個 好 插個筆都不知道 陳曉忠很久沒有寫字了齁 有啦 陳曉忠這三個字常寫 欸 不能偷看 要偷看人家的 不要偷看 不要偷看 好啦 而且偷看還那麼明顯 好 一二三就翻過來齁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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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初认識她的時候 我覺得她很幽默 講不完的話題 好 愛說笑 好 我們來看看 朋友怎麼說 他們在一起的時間 我不太在吧 通常 那所以 不太知道 他們私下 私下的感情關係 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的 可能 誰知道 我已經知道 應該是去年 對 去年 我們一起去日本 做演唱會的時候 他們兩個還不是很熟啊 嗯 就是那一天晚上 大家喝醉酒以後 然後 兩個就變這麼好了 是不是你們兩個 什麼秘密呢 好 好 等一下喔 這兩個人講話的語氣 都怪怪 怪的 難道你們兩個酒後 抗議 抗議 沒有 其實 其實可能就是因為 呃 我們兩個跟 現在在講誰啊 講誰有講 然後也是講Linda講 當然講你還講我 跟張學友嗎 我們講 學友是對 因為我們 譬如說我們三個在一起時間不多 所以他不太了解 你們兩個在一起玩 怎麼會找那個老伯伯嗎 對不對 也 不是 對 他是有家事的人嘛 對不對 然後 然後跟 Linda 其實是我們兩個跟Linda 不是很熟 所以 就沒有講很多話跟他 其實上一次是他自己喝醉酒 對啊對啊 他自己看錯 嗯 對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說謊也套得很不好 真的 對 對對 反正他們的友情是從一次喝醉以後 產生的 酒後土真情是大概是 我想請問一下 鄭中基 陳曉東 請問你們兩個人 有一個人很隨性 我啊 我主要他 我啊 真的嗎 為什麼你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 例子 因為 我是不太想有很多貴限 規矩太多 規矩太多 不舒服 不是他平常他一嗨起來的時候他就會 哇 就 就亂來了 真的叫嗨啊 真的 而且說哭就哭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我覺得 覺得就是 作為自己就好了 就是不要很多東西 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這樣 你要怎樣 跟著自己的想法 想法走 好 那我們來聽聽你的身邊的人 覺得到底誰比較隨心 鄭中基其實他如果說他是以一個 歌手啊 或是一個藝人來說呢 這個是對工作人員蠻大的一個 一個困擾 就是他不愛打扮 出門呢 頭髮梳一梳 就是那個樣子 拜託他化妝 也不化 恳求他化 也不化 所以呢 其實平常 有沒有通告 或者是說 多大的節目 或者是 只是一個二十分鐘的訪問 他幾乎打扮的都是一樣 因為他覺得 他不想當偶像 所以他都不打扮 弄醜一點最好 Ronald呢 我第一次在錄音室碰到他說 那時候他還沒有出片 然後反而是我自己在錄唱片的時候 我以為他是哪裡冒出來的 錄音工程師 還是 還是那個 錄音室裡面打掃的人 這樣子 因為他的 他的 他的打扮啊 穿著都非常其貌不揚 這樣子 今天 今天有沒有化妝 有化妝嗎 沒有 沒有化妝 打死不化 剛剛王興平後面走的是成龍吧 哇 你看我們的路人都這麼大排啊 那個路人都是成龍啊 哇 王興平是成龍的藝人 在他們工作室拍 我們到香港 在成龍的辦公室拍的 對對對 對對對 成龍還寫一張卡片給我 真的嗎 對喔 上面說什麼 母親節快樂 說希望我身體 趕快好起來 好 這個一個是很隨性的 沒錯 沒化妝 其實我我也是 你沒有化妝嗎 我有 今天 不代表 不代表今天不化妝 不是啊不一定說 化不化妝就是隨不隨性 你為什麼你覺得你也很隨性 因為平常工作就 工作是工作 工作時候要 要很認真 尊敬自己的工作嗎 對嘛 你的意思是說他不尊敬工作 不是說他在台上唱歌 不可能 不可能 睡醒這個老大小 怎麼可以見人啊 怎麼可以見人啊 對不對 可是曾仲基說他不要當偶像 他知道他跟你在一起 他沒有辦法當偶像啊 不是啊 我睡醒 我睡醒是這樣 睡醒就這麼艷力動人啊 對 我再請問一下 一個人很隨性 那 一個另外一個是不是 迷糊大王 是他啊 為什麼 要有要有舉 事實證明 例子啊 對啊對啊 眼神呢 眼神的迷糊大王 你看看我的眼神迷不迷糊 不迷糊 眼神哪裡看得出來啊 不只人家講 不是在工作上面啊 比如說在私底下啊 可能忘記拿這個啊 然後去哪裡人 跟著人家走啊 可以跟錯人啊 哎呦 好我們來看看他到底有多迷糊 陳曉東有一個怪癖 他不是怪癖 他是 不然腦袋沒帶還是怎麼樣 他常常 錄完音 譬如說我們在台北錄音 他住在 Hotel裡面 然後他可以錄完音的時候 他竟然把他所有連Hotel的鑰匙 都可以手錶啦 錢包全部留在錄音室 然後進不到 進不了房 這個是我覺得蠻離譜的事情 因為鑰匙不可以放到他身上 原因是他每次一定都會掉 掉到最後 離譜到最後 只要我們每次一直收工一回去 到櫃台走向那個Reception 那櫃台員就會說 Mr.Key 對 然後退房的時候呢 住三天 我們可以還人家12副鑰匙 旁邊一個觀光團問我們說 你們是哪一團來的 你住這麼多房間嗎 對不起我們只有住一個房間 退了12支鑰匙 很離譜 很離譜 但是很可愛 楊貴先生 這東西就受不了了 很離譜 可是什麼 很可愛 很可愛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改不了 對不對 我的手機電話我掉六支 手機電話掉六支 那手機電話應該找他做廣告嘛 對啊 我們就跟他後面就是手機電話 不知道一些這樣的東西會忘掉 隨身的東西 然後雨傘拿出去 那雨傘回家 欸 雨傘咧 雨傘咧 可是最可怕的是他 居然穿著雨衣 怎麼這樣不圓的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 請問 自己趕快承認誰就有 好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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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也有了 很會 你看到 誰很會 這個我會看到 很會 好 我們來聽聽別人怎麼說 如果講賴床呢 那一定是東東的 非他莫屬 我聽他的媽媽講過 他小時候 小學的時候呢 就從小就很喜歡賴床 他怎麼樣賴床方式呢 就是兩個菲傭呢 在他眼睛閉著的時候 在床上就要幫他把衣服 褲子都穿好 然後呢 這個時候他還是不會醒 他一直 他 他是很有默契 他一直等到菲傭把他的鞋子跟襪子也穿好之後 兩個人一起把他抬下床之後呢 然後他的眼睛就會很自然地睜開 然後就去吃早餐 我們每天去 叫他起床 就是直接就連門都不敲 直接按了兩聲電鈴沒來回應 我們就直接開門就衝進去了 對 前一兩次的姿勢很好笑 後面他也學乖了 他會把衣服穿得很整齊 還會注意他的睡姿 宣傳吃過虧以後 根本也不敲門了 他也不來開 反正有12把鑰匙 對嘛 聽說你現在為了要保持很帥氣的睡姿 所以你把牛仔褲什麼都穿好這樣 不會啦 還買 不會 還賴 不會啦 那穿什麼 那你穿什麼呢 裙子嗎 是 現在已經進步了一點了 賴床沒有那麼會賴 我跟你講不能穿裙子睡 有時候裙子會整個翻到臉上 很難看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嗎 然後那裙子還被那個打... 你怎麼知道 哈哈哈哈 你穿過了啊 嗯 載裙了 但是有一招我是受不了 有一招打一招 我睡覺有兩個腳這樣 有一個我就宣傳就會在那邊 勾腳 真的 你就把這樣會起來對不對 哈哈哈哈就起來了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請問兩位 誰的運動神經比較好 誰比較喜歡 我 是嗎 陳曉冬為什麼都沒反應 陳曉冬你喜不喜歡運動 他要認就認他 他要認就認他 不管他的 好 你 陳曉冬你會不會運動 會 會 會什麼運動 喜歡什麼運動 我喜歡游泳 游泳 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 還有健身運動 健身運動 好 那這個自認為運動神經比較好的 Runner 你會什麼運動 等一下 陳曉冬問他一下 你會什麼運動 我除了排球 他除了 除了排球不會 籃球 除了排球跟籃球 還有足球 其實他都是這麼說的 你知道嗎 都會 很少人說 我除了什麼運動 對 他聽說他除了排球跟籃球 排球 籃球 什麼都會 足球也會 都會 我也都會啊 就是接不到球 那叫會啊 好 我們來我們聽聽他的牌 有什麼說 陳曉冬 陳曉冬有一個奇怪的事情 其實他平常呢 都沒有太大的錯誤 或是太大讓人覺得懷疑的事情 可是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我們到現在還百思不解 就是從一開始啊 他說 他的網球打得很好 但是我沒機會看到 但是上次跟他去新加坡呢 他打輸大學生 後來他說 他打保齡球很好 打兩百多分喔 但是呢 我們去比賽啊 他有打沒有破一百分 後來他又說 他很會打高爾夫球喔 那我們就派公司一個 現在最迷高爾夫球的人 跟他練習比賽喔 可是呢 我是不懂啦 可是 據公司那個同事說 也不怎麼樣嘛 這個髮型啊 所以呢結論就是 陳中基他可能 運動神經病不是很好 他愛吹牛而已 哈哈哈 他 真是說的一 說的一個好球 這叫 說的一個好 好球 標準的這個嘴向運動家 哈哈 說的比做的好 做的好 我憑良講 你這麼多球類 哪一種打得最好 哪一種 或者是最喜歡 網球 網球 可是我們沒有看過你打就對了 呃 平常我在打那個時候他 我在香港那邊打 剛剛跟張學友打 對 誰比較厲害 我啊我 大家都懂嘛 他比較厲害 哈哈哈 你們有一個問題 會比較 嚴肅一點喔 很嚴肅的問題 很嚴肅的問題 請各位呢 待會要用直寫 不要開玩笑 不要開玩笑 請問鄭中基跟陳曉東 兩位先生 兩人喜歡的妹妹分別是哪種 好嚴肅的問題喔 哇 陳曉東 做文 下筆如飛喔 嗯 下筆有如神柱 好 上面是寫對方 下面是寫自己 啊 反了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你到時候註解一下就好 你正面寫它 反面寫你自己就可以了 好 陳曉東好像在畫畫一樣 哇 寫很多字耶 欸 節目 你們不要寫幾千字論文這樣 欸 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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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朋友的交情跟認識 好 先看對方的 對方的 正中基 正中基 喜歡的夢中女孩 是一個捲頭髮 畫得不好就不要畫啊 翻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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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最近呢 他燙了頭髮 所以我幻想他 這潮流 他喜歡 比較捲頭髮 正中基 喜歡的女孩 捲頭髮 然後 這樣子八字眉 這有一次你告訴我 你喜歡比較厚厚唇 厚嘴唇 啊 對對對 所以我就 也沒有那麼厚啦 也沒有那麼厚 天啊 有點厚就對了 對啊 然後呢 眉毛也很粗嗎這樣子 眉毛隨便畫 比較正義一點 正義 有正義感 眉毛有正義感 有正義感 這看起來很正氣的 很正氣 不會很邪的 很棒的形容詞 對對對 就這樣 想想 欸 想想鄭中基喜歡的女孩子 捲頭髮 正義眉 後腿 欸 很醜耶 沒關係 陳曉東喜歡 你說陳曉 陳曉東喜歡的是 清純活潑 清純活潑 下面還寫個什麼 Jenny 喔沒有這個是我等一下要跟他講東西的 好啦 好 是不是 好 然後我們再看 然後再看自己 自己 自己 簡單不做作 好啦正義 簡單不做作 好你的呢 你的是什麼 他畫出來他有畫出來 我看清純活潑的樣子 我不用畫了我講了 你都已經畫了 你都畫了啦 不過這個你看 這完全不一樣 這完全不一樣 我畫正中基嘛 我覺得畫得很像他 對啊 這不像他 他想畫去一個很清純活潑的樣子 就畫他這個正中基 感謝你啊 感謝你 好 那你喜歡什麼 我想就是 我也還是喜歡比較正經的 正經的 就是比較乖一點 比較乖一點 不能捲頭髮齁 嗯 也無所謂 嘴巴不能太厚 嘴巴不能太厚 不用太厚 眉毛要不要正義感 正義感 看起來positive 就是很正面 我幫你畫一個這樣 不會 乖乖的 你再幫我畫一個 對啊 等一下 你講我幫你畫 來來來 我講他很喜歡正經一點的 就是規規矩矩的女孩 臉型要怎樣 臉型 瓜子臉型 瓜子臉 瓜子臉 然後頭髮 頭髮長 長長 直直的 直直的 呃 一點點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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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眉毛 尖尖的 細細的 還是粗粗的 眉毛是要很正義的 還是很守交通規則 哈哈哈哈 什麼是叫很守交通規則 遵守交通規則啊 所以我們就叫 我們這種是遵守交通規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沒有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哦哦哦哦哦 欸 欸 這很漂亮啊 我們不要說別的 光是這個畫 你看到人家畫 你把人家畫成一個黑人 他給你一個公主欸 少女漫畫 你會不會覺得廢隊朋友啊 這我 我是在幻想這個 梁詠琦來畫 你來聽朋友怎麼講 先講 是很蹤跡的 嗯 嗯 我覺得呢 Ronald給我的感覺就是 只要是女生 他應該都會喜歡 我覺得Ronald當然是一個 絕對是一個 很容易陷入情網的人啊 看得出來嘛 就不用再多解釋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東東喜歡怎麼樣子的 陳曉東我覺得 他喜歡什麼樣的美眉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其實他每次他 都很想有機會可以跟妹妹接近 但是他不敢 他實在是 膽子很小 欸 有時候要放開一點 然後 每次只會嘴巴講而已 真的妹妹在他前面的時候 就手腳發軟 不知道在幹什麼 那喜歡什麼樣 陳曉東喜歡什麼樣的類型 我覺得他現在連開始都沒有 怎麼去判斷他喜歡哪一個呢 我覺得比較 慘的是這個 他是跟我提過 他喜歡那種 初德廳堂路德廚房那種人 我也不曉得這個 這個含義滿深的 但是也沒有一個具體的 picture出來 其實很難去猜測 他所謂的 的那種 style到底是個怎麼樣 但是他有跟我講 他比較喜歡胖胖的女生 換個話 蛤 不能太瘦 不要太瘦了 我覺得太瘦不好 弱不驚風的感覺 太瘦好像 好好像 病病的 不幸福啊 不幸福 是他不幸福 還是你不 太瘦不幸福 你這樣比起來像鬼啊 蛤 好像沒有營養一樣 沒有營養 就是有一點點 不要太瘦 那我們介紹這個中美亞醫啊 哈哈哈 好 謝謝 好 來 請 來 請 我跳得很好 鄭忠基帶來他的夢中情人 哈哈哈 Yo man Yo brother Yo big mama 從小陳小冬也帶來這一張 來找他的這個 土的清堂 這個啊 露的廚房 而且還要 掌聲這樣 身上還要有點肉 對 不能太瘦 你這個要再長點肉的話 就很虛 他就可以保護你了 哈哈哈 站上去你給我過來 哈哈哈 好 我們要親切兩位 嘿嘿嘿